大家好,我是迅哥 今天我们首先来模拟一下乌鲁鲁绝美的星空 一起尝试感受那种原始的震撼 地点位于澳洲中部,时间就设为五月 因为五到八月的地球夜晚始终面对着银星的方向 但与北半球夏季星空面朝着银河边缘不同 南半球的冬季星空正对银星 所以看到的银河也就更美 在描述这片星空之前 有必要先从一种澳洲的国鸟说起 它叫伊鸟,中文叫鹅苗 在澳大利亚很多地区都能看到 这种鸟的体型仅次于同样飞不起来的非洲鸵鸟 但是生儿育女的方式却很奇葩 雌星只管下蛋 后面的事情全都丢给雄星解决 而雄星也不知道是父爱如山还是为了减肥 八周的孵化期可以不吃不喝 全靠消耗脂肪来维持生命 每次宝宝破壳而出 老爸的体重都会减轻不少 接着还要含辛茹苦地把小伊鸟养大 而在这段时间里 雌星正忙着和别的雄星交配呢 这种养育方式在澳洲土著看来 正和他们女性负责生育 男性负责启蒙教育的过程非常相似 这不就是继承了伊鸟的优良传统吗 于是一个图腾关系就这么建立起来了 或许就有那么一天 一个土著小伙带着女朋友正在欣赏我们眼前的这片银河 突然喊道 哎老婆 前面这个形状怎么和我们的伊鸟那么像 我画给你看 于是就这样 他们惊讶地发现 自己崇拜的图腾原来就这么栩栩如生地隐藏在头顶 谁能说这只是巧合呢 从此星空就被赋予了意义 每天都能凝视和膜拜着伊鸟的飞升 现在当我们了解完这段背景故事 再来领略南半球的银河之北 会不会有一种原始的震撼呢 下面我们再用现代的角度来看一看 首先一秒头的形状就是霉带星云 相当于一个密度很大的暗星云 只有在周围明亮星云的衬托下才会凸显出来 紧挨着的便是南十字星 相当于北极星 南北半球的古人都靠着他们在黑暗中前行 这个位置是不是正好又像一个伊谬的头冠呢 再往下看他肥瘦的身体 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我们熟悉的天蝎座 而在土著人的眼里这是一条鳄鱼 接下来是几个大家熟悉的星辰 首先是南北半球都能看到的猎户座 这绝对是一大亮点 因为如果星星按亮度排名 前一百有七个都被他占了 所以每个文明的神话都绕不开他 在古希腊神话里 海神波塞东的儿子猎人俄雷翁 因为口无遮拦被帝母派出的蝎子追杀 就在这个时候 他却喜欢上了泰坦巨人的七个女儿 并展开十余年的疯狂追逐 最后姐妹们只好恳求宙斯来阻止他 于是宙斯他老人家想出了个好办法 把他们三足都放到天上去永远定格 这样俄雷翁成为了猎户座 永远追不上七姐妹星团 而蝎子成为了天蝎座 只出现在夏天和冬天出现的猎户座 永远交错下去 但是这个故事仅限于北半球 在南半球星空中 他们可以同时出现在地平线上 澳洲土著神话里 猎户座的样子被重新勾勒成了一条独木舟 俄里翁的三星腰带变成了三个兄弟 某天三兄弟出门钓鱼 发现了美艳的七姐妹 一路跟踪之下展开公式 给姑娘们献上了最美味的蜂蜜 然而美女们永远是一边夸着蜂蜜好吃 一边说我一直都把你当成好哥哥 这个故事与希腊神话巧合的地方是 大家都把男性定义成猎户座 女性定义为七星团 这个属于金牛座的七姐妹星团 更加传奇 天文学里称为M45 希腊神话里叫做Pleides 就是刚才提到的七姐妹 后来六个都与诸神结合 只有亮度最弱也最小的妹妹 嫁给了凡人西西福斯 在美洲印第安切诺基部落里 被形容为七个为了摆脱老妈的调皮孩子 在中国就成了二十八星秀西方白虎中的卯秀 代表人物是西游记卯日新冠和玉帝的七仙女 而在澳洲土著神话中提到 梦幻时代的建设即将大功告成 创造者从银河派出的七位姐妹 来到地球做最后的优化 其中最小的妹妹同是爱上了两个男人 创造者警告她 与人类恋爱将无法回到银河 可她最终还是选择了被贬为凡人 这又和中国牛郎之女 以及七仙女夏凡的故事十分相似 这么多巧合里 最不可思议的是七这个数字 因为七仙女星团 是由差不多三百多个星构成的 人的肉眼通常只能捕捉到其中六颗 比如在日本 众所周知的斯巴鲁汽车 就用六星的卯星团 来代表五家公司的合并 卯的日语读音就是斯巴鲁 以为统一 而在不同的地点和势力条件下 每个人能看到的确实会更多 甚至可能十几颗 那么问题来了 全世界是怎么在七这个数字上达成共识的 一个星团怎么就成了一个谜团 如果这只是发生在文化不断交汇的欧亚大陆 也还算正常 但澳洲土著文化在两百多年前 是完全独立于世界的 难道是后来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 如果不是这样 那又是否起源于 人类祖先某个共同的故事 欢迎大家留言 感谢您的转发和订阅 下一站澳洲陨石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